She's been lifting me off You think you got it tough Well I don't see the toughest All right What for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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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笑話 由阿Ken與愛妃這隊 年輕小資夫妻 一起來告訴你夫妻間的小情趣 老婆 老婆回來了 回來了 這個 是什麼鮮玩意兒 這個就是髮捲 你晚上用這個完之後 明天早上把它拆掉 頭髮就不會塌塌的 你把它拆掉之後 你就會蓬蓬的 你這樣會像賣捐贈菜 那個王姐姐 她手上不是抱一隻紅貴賓嗎 那個紅貴賓也是捲捲的 你真的是狗 不 我開玩笑的 你不要這麼震驚好不好 我倒是有一個震驚師 我要跟你講一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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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坐... 我告訴你喔 我們老闆今天突然跟我講 講說在五月份之後 他可能常常會把我派到越南去 處理一些生意 去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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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皮給我繃緊一點喔 你去什麼皮要繃緊 我跟你說 越南 中國古代稱越南為安南 有很多江南商人的太太 都不希望自己的老公去越南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沒有 因為越南的女生講話 很爹啊 很好聽 而且他們的腰很細很長 因為他們都吃酸辣的食物 都吃不胖嘛 我跟你說 我很多台上的朋友 都說現在越南的女生 都喜歡穿白色的衣服 然後騎著腳踏車 然後因為越南以後 都會來點雷震雨 雨打在這白色的衣服上 就變得半透明的 半透明他的腰上面 再上面一點就會有吊橋 都看起來好性感喔 若影若現 好性感 魚打芭蕉 現在不是女生 你是台商 不是台幹 老婆 你什麼時候 變得這麼有學問 好厲害喔 但是我是去那邊做生意好嗎 我不是去那邊買春 我知道啊 我非常了解這一點 阿KEN怎麼可能會去買春喔 對嘛 我的人格是非常高尚的 不是 你怕被抓 你 我就不是那種人 你不要誣賴我 不是啦 現在有很多台灣的商人 他們在台灣有家庭 但是他們還會去那邊 交女朋友嘛 好 那些人通常都是 會有兩種型態 那兩種型態都是我不會有的 好嗎 哪兩種型態 好 第一點 你想想看 那男生一出國 有沒有 一踏出去以後發現 外面有好多漂亮的女生 都不認識 心情好像覺得不錯 結果後來發現 這些女孩子年紀這麼輕 就要出來賺錢 心裡面就有一種 猶然而生的怜香喜慾 就想要保護他們 金錢上面就援助他們一點 那感情上面呢 也多多少少給予他們一些 然後久而久之 就日久生起了 這種心態是我不可能會有的 那另外一種心態呢 另外一種心態 就爆發戶心態吧 就是我有錢我就花 我有錢我就花 我就是要花錢 可是我也沒什麼錢 所以我不會有那種心態 對 我生平就最恨這種心態 你知道嗎 我們公司有一對噁心的男同事 他們就是這種爆發戶的心態 他們就說什麼 好開心喔 我們要組成泡兵團 來下南洋囉 而且包的奶好便宜喔 一個月只要4000塊 下南洋 鄭和下南洋咧 嚇了喔 下南洋 老婆 我才剛剛說妳 有學問而已 妳馬上就犯了兩個錯誤 OK 首先 第一點 鄭和他是下西洋 他不是下南洋 第二點 鄭和他是個太監 他什麼事情都不能幹 好的 那我要糾正你一個錯誤 鄭和以前下的西洋 就是現在的南洋 老婆 妳太有學問了 我跟妳敬禮 敬禮 好 我跟你說啦 像你們這種男人喔 我見多了啦 你們沒錢沒錢的時候就 我愛我愛我愛老婆 你們有情有錢的時候咧 你們愛的就是自己 你們自私自利 老婆 這是別人的事情 好嗎 這是別人會做的事情 我又沒做 我們為什麼要為別人的事情 吵來吵去呢 我們不要吵好不好 這無聊嘛 好嗎 可以嗎 拜託 我們看個電視嘛 有空氣在哪裡 有空氣呢 有空氣在... 對不起 老公 老公你還好嗎 還好 我看電視 看電視不要吵架 你不要又罵我又打我的嘛 好 看電視我最近 我聽說是哪一台 這個節目還不錯 看一下 好不好 不要生氣 不要吵架 OK 我跟你們說 你們台灣的男人 真的要注意囉 你們現在還可以 走走泡冰團去開心一下 我告訴你 你們的好日子不多啦 以前台灣的女人呢 當然是要嫁給台灣的男人 但是現在台灣的女人 可不一定要嫁給台灣的男人喔 因為台灣的女人呢 也可以選擇大陸的男人 所以你們台灣的男人呢 就娶不到台灣的女人 然後呢 你們就會下南洋 去找南洋的女人 而且我跟你講 我現在的薪水 不一定比你少喔 以後就會越來越 越來越變得比你多 然後呢 你就會越變越小 越變越小 越變越小 所以你覺得 你自己現在想什麼 差一點 那你要去越南做什麼 送給下西洋 西洋是現在的哪裡 南洋 這樣子就對了 你自己好好給我反省一下 記住 你只會越變越小 越變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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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南洋咧 我配 下流 惡性 除了言談抗議 男女之不平等 想出另一種平權的方式 雖然不一定去做 好 卻也是另一種特殊的 其樂融融 歡迎收看全民大小話 很好 我們這節目就要秉持了三個字 什麼三個字 三個字 三個英文字 哈哈 沒錯 就在這邊 請問 太容易拍 這三個字很重要 哈哈 沒有 好 看我們的節目 就會有這三個字的反應 真的 沒有錯 假如沒有的話 那你明天再看 好不好 一定會讓你哈哈哈哈的 OK 今天我們大家呢 要把看家本理拿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每一個人 在人生當中 都有經歷過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只有一次而已 過了 就再也沒有了 什麼事 就掌水痘嘛 掌水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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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掉字痴嗎 坤哥 掌水痘啊 不是掉字痴嗎 不是... 就是那一次 經過了那一次以後 哪一次 為什麼 會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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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個... 看不舒服 痛就會哭對不對 我要哭了 我要講的是 初戀那小事好不好 對嘛 初戀這件事情 有人初戀結束以後是很心痛的 真的 像我們每一次都是受傷的 通常講這種話都是壞人 什麼 好 我再同這句話 應該是壞人 好 OK 這個我們大家來聊聊看 因為這個都是大家 可以說是最珍惜的一個往事 永遠都不會忘記的 但是要如何能夠把它表現得精采 來 今天要看大家的本領了 一樣 我們今天呢 你這樣嗎... 你這樣嗎 我們今天玩一點不一樣的 我們重金禮聘 大家又可能覺得說 一定又是老梗 怎麼可能被你猜到 我跟你講 沙翁名劇裡面有很多 比如說有理查三世 Richard III 還有這個As you like it 皆大歡喜 還有很多很多 再講兩句 沒有 我想聽 我以後我講 我真的可以講 暴風雨 Tempest 然後還有 再來嗎 還有 一定還有... 好... 我知道... Othello 奧賽羅 對不對 Merchant of the...Merchant of Venice 威尼斯上 好...可以啦 當然 我已經證明了 我真的會很多了 但是大家最... 刺目 而且是想說這哪一對 然後就被剪掉了 不會... 我會去跟那個打字幕的人講 我會請他吃蚵仔米是吧 好 我告訴你們 最耳熟能詳的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人都知道的 Romeo and Julian Romeo與朱莉葉 今天我們重金禮聘到 就是這一位 在沙翁名劇 400多年前流傳下來千古傳奇 今天吉佳料 站在大家面前 跟大家見面 讓我們掌聲歡迎 Rom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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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 硬要說我是Romeo 我怎麼感覺我像羅史光 Rom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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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模仿Romeo 算了 你為什麼硬要把龍美窗簾 穿在身上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 你跟我一起當同窗好友 對啊 今天怎麼右邊特別吵到底是不是 大家看著你開心 對... 很少通過偶像 台語的 沒有啦 沒有啦 剛剛走在走上 我還以為貴族世家已經換住 真的 還要跟你點牛排嗎 真的啊 我剛剛在我們都市門口 對不對有人車開過來說 叫我幫他趴車 好笑 這個就真的還好 OK 好 玉琳哥醜意喔 我可以回座了嗎 OK... 這應該難得醜意啊 OK 好 玉琳哥 你今天還要幫我們來把關一下 要...一定的 好 你不只要這個 檢視一下他們的故事夠不夠精彩 夠不夠扣人心選之外呢 另外 你自己也要分享到 你自己的初戀故事 那有什麼問題呢 每個人都有初戀 我也不例外 對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 好強喔 有什麼關係啊 那是哈姆雷特 是原理喔 我背了三天其實我背錯了 哈姆雷特 你這個還要問 我背到哈姆雷特去啊 我還是有重點 因為我們這個 很多人大家要講 大家有的時候說得漏漏長 結果沒什麼內容 這樣其實觀眾就是不開心而已 對啊... 想辦法要在兩三分鐘之內講完 好嗎 而且要想辦法精彩 我跟你講一個人喔 他真實的故事要精彩 他的演藝人生就精彩 真的 你們看看是不是 真的啊 你說高齡峰 高大哥 對 真精彩 是不是 以前多少這個歲月 然後有一些風風雨雨 前輩我不好講 對 憲哥也是一樣 對不對 對啊 這麼多事情 從101樓 一下子掉到V2去 對啊 這種人生 對... V2 還是第一下室 就掉到V2去 可能明年他又直接上杜拜塔了 對啊 明年 還是直接接影西方 這是零鼓塔 不一樣 我說的是杜拜塔 OK... 好 謝謝憲哥 OK 好 首先 我們看看第一個 剛剛講話問題很多的 余蓉 我又我先 就妳先了 好嗎 來 妳來講一個 妳自己的初戀 OK 我的初戀嗎 是 恐怖囉 好 今天要仔細聽喔 因為我要講的這個初戀呢 其實我們在一起大概 四年的時間吧 然後那時候 先講什麼階段 是國中高中還是國小 大概十五六歲的時候交的 十五六歲 對 十五六歲 我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我才剛踏進模特兒圈 然後交了這個男朋友 在一起大概快四年 可是在交往的時候 你會一開始會覺得 這個人好貼心喔 而且他外型什麼都好棒 因為他又有肌肉 然後又陽光 又會運動什麼 然後又比我高 你會覺得 這個男的根本就是滿分 而且他比我高 OK... 三屌 你就會覺得這個男的 根本幾乎是滿分 你不看他在一起太可惜了 所以交往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是抱著一個 以交往... 就結婚為前提 對啊 我們早就結婚了 十六歲 但是我們就會想說... 我們就會想說 你就一直這樣下去啊 然後就是可能就會 以後會結婚這樣子 然後你開始交往過程之後 你就會發現開始越來越不對勁 是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手機電話簿裡面 不可以有異性的電話 他會開始這樣規定你 然後以前那個時候 我們不是很流行 MSN跟即時通嗎 你必須要刪除 就是你的電腦裡面 不可以有這個軟體 然後呢 你的生活中不可以有朋友 不可以有姐妹 因為你出門的地方就是 除了他家就是回你家 就這兩個地方可以去 然後那時候我... 我不是說我進了模特兒圈了嗎 然後他就說 你不准做這個行業 因為你的後台可能會有男模 可能會發生一些什麼事 他說不准 就是你不准他人的圈 那的確是有可能 可是重點是 如果我跟男模會有什麼 早就有什麼 為什麼還不要跟你在一起 對不對 你怎麼會那麼沒有自信呢 然後反正開始就會有 這些問題產生 那到中... 有一次我記得很誇張是 女孩子不是去沙沙那個百貨什麼 都會買指甲油 指甲油會試有沒有 然後有時候試一隻 他看到 他就說 你幹嘛擦指甲油 對啊 幹嘛擦指甲油 他說... 他說你想勾引誰 只有一隻耶 小母子耶 他說你要勾引誰 而且那時候跟他交往 是完全不准化妝的 就是完全不准化妝 對啊 好嚴重喔 我都很沒有化妝 反正 走在路上我們認得出他們來嗎 當然可以啦 然後反正就是一步一步 越來越來越來越恐怖 然後你就覺得這個人 是不是有一點奇怪了 然後比方說 今天我必須要去買一個什麼東西 那我可能進了這家店之後 我就要打給他說 喂 阿Ken啊 我去了什麼店 那我現在就是裡面逛一下喔 然後這家店要離開之後 我又要打給他說 阿Ken啊 這家店我要離開 我要去第二家囉 然後去了第二家之後說 我到了喔 然後離開又要跟他說 我離開又要去第三家囉 可是這一路...這一路上 他就是需要你這樣一直報備 比方說你在家裡 他打家用電話給你 那也就算了 他問妳說妳在幹嘛 妳說我在看電視 他問妳說看哪一台 他問妳看哪一台 他問妳看哪一台 這樣可以比 對啊 他就說妳在...他現在在演什麼 他就不相信妳講的話 妳知道嗎 很可怕 就是這麼可怕了 然後最後我記得有一次是因為 我偷偷把那MSN下載回來 然後被他發現 他怎麼發現 因為有一天半夜 他突然來我家按電鈴 然後叮噹... 然後我就開門 我想說這麼玩誰 然後門一打開看到他站在門口 他說 我想說突襲檢查 這是什麼事情 這是什麼 我哪有什麼好突襲的 是不可能 我房間有一個男的嘛 我說那你檢查去檢查一下 然後他進房間第一件事 就開電腦 我想說電腦有什麼好檢查 等到開機的時候 我想說完了 因為MSN我重新下載回來瞭解 完了 Idea比較暢視 暴力情人的恐怖攻擊 結果他當下拿了一把剪刀 他當下拿了一把剪刀 他當下拿了一把剪刀 然後他就這樣 把你這樣嘟著 然後那時候最後一句話 就跟我想說 不然我們現在一起吃好不好 一起吃吧 一起吃吧 第四年我沒有辦法 必須要離開四位的故事 因為你已經婚回前提 你知道等到他開卡就來撞嗎 等到開機的時候我想說完了 因為MSN我重新下載回來瞭解 完了 這件事就吵架嘛 可是我有理 就是我覺得你憑什麼不准 我跟朋友聯絡 而且我下載MSN跟人家聊天 也不是說跟人家曖昧或什麼 我可能只是跟一些女生朋友 在聊天什麼 不可能沒有朋友嘛 就吵...他吵不贏 因為他無理 他沒有理了 吵不贏了 那時候他就是真的第一次動手 讓我有點嚇到是 他動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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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吵不贏了 他還不是... 他還不是那種推一下 或者是什麼一下 你那麼大隻他有辦法摔 他很快... 200公分 他就是當初拍騎人的六笑事 沒有 我跟你說 我發誓這是真的 我沒有在開玩笑 那時候他把我摔到 我是撞到我房間的五斗櫃 就是櫃子 我撞到之後 我現在尾椎是歪的 就是他那樣一摔 因為我到隔一天之後 我的腳都是馬的 沒有辦法走 我去檢查之後 我尾椎是歪掉的 而且你知道當下 他摔完之後 我不只是內傷 然後脊椎歪掉之外 我的背整片都刮傷 就一直流血 那時候我真的是 我已經痛到在房間趴在地上 沒有辦法走動 然後一直哭了喔 結果這個人 居然還可以笑笑的去客廳 跟你爸媽聊天 他當沒有發生過這件事情 我剛剛才想要問說 他爸爸爸媽媽媽 跑到哪裡去 所以他在... 他說沒事啊 剛剛就是他有他一套說法 可是我是在房間 而且我也沒有戳破他這件事情 然後這是最小的傷了 這一件事是最小的傷了 還有 後面就是一直陸續發生 到第四年我沒有辦法 必須要離開是因為 還第四年 你怎麼這麼久 我教老師也 然後到最後 因為你已結婚為前提 你就不會想要放棄 最後發生類似的事情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呢 也是因為很小很小事情起口角 然後他也是吵不贏你 結果他當下拿了一把錢 剪刀 他當下拿了一把剪刀 然後他就這樣 把你這樣嘟著 嘟在... 你是死路 你在牆上 他這樣嘟著你 然後他那時候最後一句話 就跟我講說 不然我們現在一起死好不好 一起死吧... 太恐怖了 太突然了 怎麼會報警啊 然後但是... 但是你當下 你當下必須要先緩和他的情緒 你是一直哭嘛 但是你要很柔弱的說 對不起 我真的錯了 你不要再讓他有樣子 刺激 當他放下剪刀我們好好談 然後兩個分開之後 我離家一個月我不敢回家 而且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不要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太可怕 你下一步會做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了 結果那一個月果不其然 他每天到你家樓下報到 他每天在樓下等你 他就是要等你 他就是要找到你 可是我那一個月都不敢回家 我就一個人住在外婆家 完全沒有辦法回家 他沒有對你家人怎樣吧 沒有 可是他就是有時候半夜會在樓下 然後就是你也... 他也不用打給你 你就知道他來了 因為他在你家樓下就... 就一直這樣 是狼的 就會一直... 他就一直... 他就是要讓你知道他在樓下 然後他很難過 然後他每天打給你 你鑽雲信箱 他就是可以一直留言 然後在裡面嚎逃 他就說 你怎麼可以加快 你說我走就走 就一直這樣 他就這樣一直騷擾你 然後大概過了一個月 他可能慢慢淡忘這個感覺之後 我們才真的算是分開 那你們其實沒有講明說 我們要分開 我有說 因為當我離開家那個月的時候 我就說我們不要在一起了 可是他不接受 所以他後面就會有這些脫序的反... 就是做法 那他後來有再去找你們 就一個月以後他離開就離開 一個月以後你回到家裡面 打開門 結果他躲在你的門前 沒有啦 他從那個五斗櫃裡面去 沒有 沒有 而且你知道這個人 他之後就是還會一直跟你的家人聯絡 就是會嘘寒問暖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 我們家人還跟我翻臉 就說你為什麼要跟一個 這麼好的男生分手 他帶著你一直長大 可是因為我在交往過程中 發生任何事 我都不敢讓我家人知道 我怕他們擔心 然後最後我才就是跟我媽 就是哭著說真的沒辦法 因為他會動手這件事 我們家人才開始一起提防他 這千萬要不得 其實他已經 他就等於跟你在一起之後 他覺得他佔有了你 你的家人也是他的家人 所以他跟你的家人反而很好 但是管你管得更嚴 糟糕 畢林哥 這種恐怖情人 我碰過一個男生 也跟你這個前男友很類似 他呢追求我們公司的一個女職員 他後來搞到最後很極端 他把他的摩托車就鎖起來 就是不讓他騎摩托車就對了 然後有一天半夜 半夜去按門鈴 一直按一直按 然後我那個女同事呢 沒辦法忍無可忍就打開門 看到這個男生全身穿了什麼 白色的新郎裝 也太快了 當場抓你他的時候 走 真的啊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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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聽講說結婚那兩同事 他女同事說半夜兩點 怎麼結 你就是那個戲中男伴 為什麼這個人講話口吻跟你這麼像 對啊 是不是你分音都有 人家偶像說這一身打扮 結婚 是 然後 然後 這個女同事呢 當然安撫她嘛 先不要去激怒她嘛 就說 不要...這樣 因為現在凌晨兩點 要嘛也明天白天嘛 緩兵之際 然後這個 繼續說 更何況 更何況 因為妳有新郎裝 我也沒有新娘 我也沒有新娘 我也沒有新娘裝 這個男生呢 就從口袋裡面拿出來 有 真的 真的 白色 白色的頭紗 白色的頭紗 就硬把它套上去 然後這個 然後她又說 那這樣就算有頭紗 我們也沒有花筒 她又說 有 又抽出兩口筒出來 只是小叮噹 然後 這是金銅玉女 有 有啦 這是真人真事 然後就逼她要結婚 就說 現在 就在現場 就在現場 這個男生跪在地上 這是運動廣告吧 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跪在地上 就說我們現在來澄清 就用頭去撞那個地板 她們家的地板 撞 撞了 她們兩個人都不信 為什麼要七七四十九下 她在自殘 她在自虐 她已經 已經癲狂了 後來 後來試過金銜以後呢 試過金銜以後 女生的一家就千里了 這個男生後來很不幸的 就是那個自殺身亡 講真的 從那以後 那個屋子變凶宅 就每到半夜兩三點的時候 左鄰右舍都會聽到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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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那個房子到現在 都還賴得出去 在哪裡 我要想我跟你講 在哪裡好不好 好 快 真的要講 那個路很大 所以那個也... 不知道正確的位置 不知道正確的位置 在 中校動路總共有幾塊 妳知道嗎 六段 七段 七八九段都有 對啊 但是我不能再講 不然會害那邊的房子賣不掉 OK 這是這個 我們一開始以為是笑話 所以我們笑 但是玉琳哥就說他是真實 真的...這個有警示意味 就是感情的世界裡面 要懂得如何去跟對方相處 分手就分手 試驗就試驗 要懂得去用好的EQ 你幹嘛 情人眼裡出席師 爛醉調到真心郎 其實我不參加我朋友的生日派的 然後覺得我喝多了非常的熱 然後她就突然間覺得 奇怪怎麼一陣熱熱的 然後原來是我吐了 妳吐在她的腿上 小媳婦 她還流到鞋子裡去 是真愛 真的 我也覺得 謝謝 在情人眼裡 即便是嘔吐都是香的 真的 老不好 妳沒有看到那一面 她全身痛把妳嘔吐 她還拿起來吃耶 好可怕 沒有... 剛剛雨柔是遇到恐怖情人 那接著下來 可以跳過她嗎 Ruby Ruby也要講是不是 我要講... Ruby 妳今天為什麼會來錄影 因為我很想要來這裡 然後剛好就是可以來到這邊錄影 她很想要來 我不知道怎麼講 想加入我們 對 我想加入 就這個故事定江山的好不好 假如妳今天講得不好的話 那不好意思 拜拜 假如妳真的講得非常好的話 那一樣也是拜拜 那我更要講... 一定要講 好 來 Ruby 好 就是我要講說 我的初戀男友是怎麼認識的 一個過程就是我去參加 我朋友的生日派對 然後結果我喝多了 非常的醉 那我那個壽星朋友 就跟她朋友說 麻煩妳幫我送Ruby回家 那... 因為我那時候非常醉 那我朋友就一直問我說 妳到底住哪裡 那我是住信義路五段 然後我那時候就說信義路 然後他說好 那我們上計程車 他說信義路幾段 我就說沒有段啊 然後我就很醉 然後就... 就在那個信義區跟東區 繞了半個小時 其實都一直沒有辦法 然後後來是她看了我的手機發現 手機有那種叫計程車的那種APP軟體 然後才發現說 原來我住的是信義路五段 然後趕快跟司機大哥講 就很高興 終於可以送我回家了 一個醉倒的人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 是躺在她的腳上 然後她就突然間覺得 奇怪怎麼一陣熱熱的 然後原來是我吐了 而且是大吐特吐那一種 妳吐在她的腿上 大腿上嗎 到底是內側還是外側 她還流到鞋子裡面去 然後到她的錢包手機全部報銷 然後她當然就是趕快 幫我送到家的時候 就一直跟司機大哥說對不起 然後還給他們那個錢這樣 然後結果後來 就是我就走不動 她就背我 然後我就說 我要嫁給妳 然後在大半夜一直亂喊亂叫 然後她就覺得 好了... 大半夜背一個女的 我要嫁給妳 那跟泰國的鬼片有什麼 沒有 我那時候很認真 因為我喝醉的時候 聊上了... 就是我喝醉的時候我有... 那是男生收了那把雨傘 結果妳就不見了 後來又去錄了妳的分手擂台 不是 對不對 凡哥主持了 分手擂台 而且我那時候是因為 我好像有一點意識說 有個男生在照顧我 我也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說對不起 妳照顧我這樣 他說沒關係...妳喝多了 然後結果我又吐了 就在他背著我的時候 我又繼續吐到他的衣服上 然後一整個到頭啊 然後後來聽說就是 我剛剛早上起來發現 我怎麼躺在一堆偶兔裡面 然後看我手機有一個 莫名其妙的號碼 然後我就打回去說 不好意思 昨天是妳送我回家嗎 然後就跟我說 昨天發生的所有經過這樣子 然後他全身上下的衣服啊 褲子等等就是報銷是十幾萬塊 還加上他 而且他回去的路上 因為他送我到市議區 可是他住北投 然後他要回北投 路上沒有健身室就要載他 對 我們後來也在一起 而且滿幸福的 現在還在一起嗎 結局 這個結...妳後來也有在一起 後來還是交往啊 這擺明是編的故事啊 沒有 我跟他道歉 可是他還是... 他說因為我那時候喊的 我要嫁給他 讓他覺得很心動 這真愛啦 就已經吐在滿頭了 還可以在一起 真的 我也覺得 在情人眼裡 即便是嘔吐物都是香的 真的 真的 搞不好你沒有看到那一面 他全身充滿你嘔吐 他還拿起來吃 沒有... 真的啊 以前那個女婚 我都喜歡放屁給你聞 你不能說臭 你要說好香喔 讓他就開心了啊 對喔 不過我覺得男的修養很好 所以我也很喜歡他 就願意這樣照顧我 真的 是鬼遮掩嗎 奇怪 有什麼法律啊 你好奇怪 法律無法這樣 有在一起嗎 多久 一年 這個故事啊 我們這個真實性就是 不太可思議 當然好啦 姑且幸福 真實性有爭議啦 還有過程的這個 曲折離奇的程度也不足 對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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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講話已經有像 李昌玉不足 所以呢 跟這個劉宇柔比起來呢 顯然有相當大的差距 不是 宇柔那個... 宇柔那個沒有人可以拚得過 她太可怕 對啊 而且宇柔那個畫面感 栩栩如生 因為很多人生活當中 都有恐怖情人的經驗 喚起大家共同的恐怖的惡夢 沒錯 那再接著下來呢 第三位 Bibi 來 Bibi 年紀這麼小 初戀應該是沒多久前 其實我有個問題想要問大家 就是... 那我們一定要回答妳嗎 對 對 他有一點故隆 你快來問我們問題 對 我國中以前那時候交往的男朋友 我都不會覺得在我生命中 他們算男朋友 可是那時候有...就是 你讓我們當男女朋友 然後也是大 全校都知道我們一對 可是就是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然後也是很突然 譬如說下課看到他在那邊等 我就覺得你好煩喔 然後就分手了 可是因為男生會很難過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我算他們的第一個女朋友 可是我現在就真的不會覺得他們是 然後他們有時候講我就會 好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算說 那妳真正有發生的事情 妳講最近發生的 妳講昨天發生的好了 沒有啦 好 初戀 我覺得在我生命中 算初戀的一個男生 那時候我 然後他是我學長 他在國外念書 然後那時候在一起的時候 他也是很奇怪 他剛在一起就跟我講說 我們出去不能牽手 因為我難得回國 因為要陪我家人 我家人不希望看到我在交女朋友 然後他也就是管東管西這樣 可是那時候很喜歡這個難得 結果後來我發現 他就是太聰明 因為他 我跟他在一起快一個月 他要出 他要回美國的前一個禮拜 我才抓到他劈腿 可是他進... 因為我很難被騙到 因為我對這種事情很敏感 就是劈腿專不專情這一件事情 然後他是跟我出去喔 他手機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iPhone 更難更... 就是更不容易抓到 然後他辦了兩張SIM卡 可是通常男生劈腿 就是收電匣 那個電話清空 他不是 他是把簡訊 我傳的簡訊 備份到SIM卡裡面 然後跟我出去的時候 把我的簡訊 從SIM卡抓回手機 好麻煩喔 他超級聰明喔 他就是主席機率耶 你這麼不能滿足他嗎 他一定... 不是 就是... 因為練生 因為他已經太聰明了 他知道不能清空才更有鬼 然後後來那時候 他更厲害的是他網誌 那時候是無名小站 他就打一篇網誌 是可以上鎖的 然後講的也是我們的內容 就是譬如說我那時候覺得 跟男朋友一起看演唱會 是很浪漫的事 然後他就下面就打說 希望我們可以一起看演唱會 然後那篇網誌下面 就有個悄悄話的回應 然後我想說 你不是打給我的嗎 然後說他就很違憑 他就說 那是我好朋友都知道 你知道密碼是我的生日嗎 我好朋友回的啦 反正他就很會紅女生 然後情人節的時候 他大早就跟我講說 就是很唠叨以前就跟我講說 我那天不能陪你 因為我媽生重病要開刀 我一定要到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啊 那你去 結果到當天 他弟弟在籃球場打籃球 開刀那天晚上 情人節那天晚上 那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媽開刀 這麼嚴重的事情 你會...你弟在打籃球 他竟然跟我講說 因為我媽比較疼我 我媽比較偏心 結果我媽比較疼我 他叫我一定要到 然後就連我朋友 真的都跟我講說 他看到他們一起做手扶梯 他竟然可以跟我講說 他說你朋友看到 他說你神經病喔 那是後面那女生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可是通常男生都一定會說 那是我遇到的朋友 他是可以跟我講說 那是一個路人家 然後我說那你那天 你也不可能出現在 士林夜市的手扶梯啊 他說我要去買你的 買你的情人節禮物啊 然後到後來我是真的 太多人跟我講 可是因為那男生太會哄人了 然後我就去 我抓到的時候 我覺得 我抓到的時候也很厲害 就是我也是查 那個女生的無名 劈腿花心大樂波 BB傷心抓男友 劈腿男大小眼 BB收到爛風鈴 他自己扮了一個 被生的戰法這樣 我叫他跟這女的套話 我就說 我們這群男生常常跟你男朋友打球 你男朋友叫什麼名字 他就直接打出那三個字了 然後我還問他說 那你們情人節是不是去哪裡 我說那他送你什麼 他說 然後我心想 他送我什麼 他送我一個風鈴 還是桑桑灰水 風鈴 風鈴 在家裡面如果有鬧一些 靈異事件的話 在門口掛風鈴 鬼魂就不會入侵 我抓到的時候我覺得 我抓到的時候也很厲害 就是我也是查那個女生的無名 就查到那個女生的相簿 然後有兩本相簿 一本就什麼四人行 然後就是他跟我那男朋友 還有另外兩對情侶一起出去 然後另外一本就是 他們的名字英文縮寫 就是什麼 A&J之類的 縮起來 然後我就自己查 我就查他的那個 就是帳號 然後我就自己加他 加他到集中 然後自己辦了一個男生的帳號 加他 我還抓男生的照片 我叫他跟那女的套話 你這個跌倒一點 你知道嗎 愛情的本質已經搞掉了 那個男生不會承認 對啊 那個男生不會承認的 我知道 然後我就去問那個 然後我就問他說 我就來騙他說 我是你國中的學長 你剛剛那句話 剛剛那句話 遇到陶晶瑩小姐的時候 麻煩跟他講 然後我是從那個 哈姆雷特裡面出來的 然後我就還騙他說 我是你國中的學長 然後他叫我傳照片 給他未傳 他說對 你沒有印象耶什麼的 然後後來我就說 我們這群男生常常 跟你男朋友打球 你男朋友叫什麼名字 是叫... 譬如說我男朋友姓楊 他說是要養什麼 他就直接打出那三個字了 結果我就已經知道 他就是劈腿 然後我還問他說 那你們情人節是不是去哪裡 我有看到 我好像有看到你們 可是我不好意思跟你打招呼 他說對啊 我們去什麼美麗花 我說那他送你什麼 他說 送我一大樹那個金沙花 然後我心想他送我什麼 他送我一個風鈴 還是蟑螂灰塵 什麼風鈴 風鈴 風鈴是應該敢鬼用的耶 敢鬼用的 在家裡面如果有鬧一些 靈異事件的話 在門口掛風鈴 鬼魂就不會入侵 然後還長滿灰塵 而且那時候還是因為我說 我朋友看到你在事情的時候 他還說 他其實根本沒有打算送我 然後我就抓到這個東西 然後後來就是我真的也是受夠 然後就跟他鬧分手 分手也是他也是 也是雖然有點恐怖情人 他就是喝醉酒喝爛醉 然後他也是突然打給我說 我現在在你家樓下 然後他就衝來 他就開始脫... 穿那個吊竿 你知道國外都很喜歡 練那種秀肌肉 外國人 ABC... 對 ABC 對 ABC很秀人 我嚇死 然後後來是他也在我家大鬧 然後捶那個門牌 直接捶一個凹的 7 7 49下嗎 沒有 他就捶了 然後後來就是也是哭鬧 然後到我爸媽下來 才結束 你又捶妳家的門牌 是啊 住宿子 那個綠色的那個 然後是凹的啊 到現在那個門牌都是凹的 還留下他的那個拳頭的尺狀 沒有 沒有啦 因為他是劈腿太高明 太心機 然後他知道正常的人劈腿都怎麼騙 他是想另外一種方法來騙 好厲害喔 他其實算用好可怕 其實他真的算很用心的 可以介紹他給我認識的 很用心 你覺得這個人好像太厲害了嗎 好的 不學學海的 這個把...他把... 怎麼講 劈腿這件事情 當成一門學問來研究 對...很認真的 在執行這樣的事情 好 OK 這是我們BB 這初戀的故事怎麼搞的 好像... 好像都沒有甜蜜的喔 沒有甜蜜的喔 講到現在聽起來好像都... 都蒙上一層陰影這樣子 對 這個社會怎麼了 甜蜜現在就還是會跟初戀在一起啊 就不會變過去期啊 沒有 有的是因了解而分手啊 對啊 或者是... 有些是選居戀愛啊 有的是父母的獨立啊 等等的啊 就像你一樣啊 你是羅米歐與茱莉耶 就是你們家人不合嘛 對啊 什麼什麼話都能接 你又不是羅米歐 你到底真的知道這個故事嗎 我知道... 都沒有朱莉耶 對啊 太強 李耀娜都還演過了 你知道嗎 對... 新版的啦 厲害... 好 那接著下來 一定要來一個甜蜜一點好不好 來 是李沛嗎 李沛 因為大家都好像是講那種 國高中的時期 那我就講再早一點的 幼稚園 不是 我會講一個國小的 好 因為高中大學的時候 我交往的男朋友 都很長的時間 然後都對別人很死心塌地 可是小學的時候 因為我長得非常的可愛 然後又長得超級漂亮 真的 小事了了 大衛必加 長得可以說是國色天香 請國請成 那時候家庭 每個家庭都生得還算多 不像現在都生得很少 所以那時候班級數就很多 然後因為我從國小一年級到六年級 都一直都是當班長 然後就是在學校就是功課很好的 所以呢 其實有很多班級的男生 就是每天都會寫情書啊 因為小學的時候 不是大家都很愛寫一些情書 受歡迎 我正講 那個時候就是 什麼叫做情書如雪片般飛來 真的是這樣 就是下課的時候大家都會這樣 情書就會往我們教室這樣丟... 是直接朝妳的保護扔過來的 是把它做成手禮建設 是不是這樣 真的 就是如雪片般 妳是在郵局裡面上 她在郵局寫功課 妳的信息也沒有乾杯 妳跟妳講 因為那時候夏天的時候 大家都很熱 然後窗戶都打開 很多男生都經過 然後不好意思 就直接這樣子 那個情書就這樣設計 真的假的 就是這樣設計 就是這樣設計 就是這麼受歡迎就對了 超級受歡迎 她的訴求就是說她很受歡迎 是的 我們知道了 妳正能用這一點 因為大家都講恐怖的 我這樣一個歡樂的啊 然後呢 有一天下課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其實 就是你知道小學 也沒有跟男生幹嘛嘛 反正就是喜歡啊 打是情罵是愛 就是純純的愛 所以其實跟很多男生 都還滿好的 就常常會 他拉我的頭髮啊 或是弄一下裙子什麼的 弄一下裙子 對啊 小男生都是用就是鬧妳的方式 會打一下 跑走這樣 所以我其實在很多個班級 然後有學長 也有學弟 其實都跟我很好 然後有一天下課的時候 有一個男生 他跟我講 就到我們班上來講說 怡霈 那個下課十分鐘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來就是學校 最隱密 然後最上面的那個鋼琴教室 旁邊的廁所 你來一下 廁所啊 這個有點小危險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心想說 對 我心想說 那男生我還滿喜歡 可能他跟我告白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後來我就一個人 獨自前往就上去了 就到了現場之後 不得了 怎麼了 怎麼了 我昨天晚上開一個 日本的情節片裡面 內容我大概是這樣子的 然後後來我就一個人 獨自前往就上去了 就到了現場之後 不得了 怎麼了 現場排了12個男生 就站在那邊一整排列隊 這裡 我昨天晚上開一個 日本的情節片裡面 內容也大概是這樣子的 不是啊 12個男生 不過是日本的高校生 對 是 你們是國小 國小 很純純的 不太一樣 就12個男生就站在那邊 然後大家表情非常的嚴肅 然後就說 因為平常你都跟我們很好 然後好像我們都覺得 妳是我們心中的唯一 就是他們覺得說 妳是每一個人的女朋友 對 好早熟喔 小孩子 沒有 因為小朋友啦 就是 他把妳當唯一耶 對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我是跟你... 譬如說我是跟你比較好 我是跟你比較好 那你們兩個就會說 其實我是跟你比較好 就常常會吵架 然後那12個男生說 宜佩 妳今天一定要在我們這12個人當中 做出一個抉擇 妳知道有... 妳知道有多難嗎 然後他們就站成一排眼睛閉著 妳在他們身後走來走去 然後看牽住哪一個人的手 跟我交往 都是來電五 都是來電五 然後小時候我看這個節目 然後呢 其實我很難決定 因為其實裡面 那12個當中 有四五個我都還滿喜歡的 這就是隨性兩話 沒有啊 因為有些人 有的是功課好 有的是長得帥 然後有的是有... 對 然後有的有點壞壞 然後有的很幽默 喜歡跟女生講笑話 就是很難...很難抉擇 然後我就問說 但是妳還是選了一個吧 對 然後我最後 就還是選了那一個 對啊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男生 所以我就選了他 結果沒想到我就說 我選這個人的時候 其他11個人就過去 把他海扁一頓 真的... 六年級 六年級 其他男生的反應不是說 好吧 那我們輸了 對 他就退出啦 是把那一個男生打了一頓 對 就打了一頓 可是我覺得不是那種 很用力的打 就只是有時候就... 就生氣 然後就踹他 然後就打 然後後來 我就眼睜睜的看著我心愛的男生 然後就在那邊被人家打 然後後來 他就被打得就是有點掛彩 然後站起來之後 就問我說 妳願意跟我交往嗎 好帥喔 好帥喔 嘴角還流著血有沒有 好帥喔 然後鼻血也流有沒有 眼睛也流 耳朵也流 那是親吼流性的 那是親吼流性的 你願意跟我交往 這樣子的感覺 結果其實... 不是在現場被打了七七四十九下 還是八八六十四下 是 所以後來就是其實小... 對 後來因為小學生的交往 其實就是很純純的愛啊 常常會約一起出去就是買東西啊 然後一起去逛什麼家裡附近的文具店 然後戳那個什麼抽籤的之類的 就是很單純啦 好可愛 那後續呢 後續 後續當然... 聽說他現在變得很胖 然後他生了幾個小孩 對 結婚生小孩的 OK 但是分開的原因是因為... 沒有啦 就小學嘛 就自然而然 你們覺得... 因為到國中 到國中就有更可愛 然後又聽到 後來那個也是被毒打一頓 喜如找馬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沒有啦 就是 我小是純純的愛 OK 小時候純純的小戀愛 可惡的劈腿花心男 使用暴力的恐怖情人 今天笑花們分享的戀愛故事 也讓你想起埋藏在心中的初戀往事嗎 學民大笑花 咱們明天見